農委會帶頭宣傳 台灣這幾年風調雨順 完全沒有農產品產銷失梗 但立法院預算中心劈砲 政府其實用農發基金瘋狂購買 賣不出去的農產品 從香蕉 芭樂道 文彈佑 政府108年度 竟然花了6.5億採購 超出預算的4倍多 最誇張的是買來的農產品 其中有3億多 拿來堆肥或當成養豬飼料 選舉到了 我們才要用大傻幣的補助 來解決目前產銷失痕的狀況 對農民來說 長期就像打馬飛一樣 讓農民知道他拿到的水果 是去做堆肥 做掩埋的話 真的會堆心肝 產銷失革農委會失責 陳吉仲卻跨口台灣風調雨順 拿了人民納稅前去補破網 卻把農民辛苦 種植的水果 蔬菜當堆肥 農民大罵這算哪門子農委會 言而道理來欺騙小的大眾 這些東西是在做所謂徒養改良 甚至所謂的懸軟經濟在利用 都是美其民在欺騙社會大眾 我幹嘛農委真的要自己好好檢討 到底我們台灣農民 你要帶往哪個地步 不是個小錢拿來就打水漂 拿來做堆肥 聽了真的讓人心痛 對不起農民 這些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名指名高 憑什麼讓你拿去 你到底是拿去做什麼 你拿去是為了用錢去收買農民嗎 陳吉仲 他可能是最被討厭的閣員 但是他可能是最被蔡英文 喜歡的小英男孩 這就是這個政權扭曲的地方 當納稅錢和農產品轉化成豬飼料和堆肥 黃座大內宣農委會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百姓新唐寫 這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